婦人生愛生,哪個女生 女性特別是在中國,會有更多壓力 比如說她們需要結婚,需要生孩子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 去isi她喜歡的東西 差不多最早的女大學生開始學畫 那個時期的女藝術家更少 到我這一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成功的女藝術家了 所以中國在經歷著變化 我是80年代末就開始畫畫了 到現在已經畫了有20多年 那麼我的題材變化得很大 有很多的新的題材 現在我正在準備一個個人的展覽 主要的是關於憂鬱這樣的一個題材 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有這種憂鬱的情緒 因為中國發展得特別快 社會變化得非常快 所有的人有很大的心理的壓力 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多憂鬱的情感 甚至得了抑鬱症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社會快速發展 每一個人付出的代價 這一系列作品都是去採訪這些 真正有一些憂鬱情感的人 去了解他們的成長背景 從他們從小在哪裡生活 然後受到的教育是怎麼樣 做一個很系列的研究去了解 然後去和他們討論怎麼去畫 然後拍很多照片 然後這些照片拿回來以後 再去考慮怎麼去把它完成這樣一個作品 其實我是想表達憂鬱的人的一種內心 當然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進入別人的內心 中國其實需要慢下來去關心每一個人 關心在這樣快速發展的社會當中 人們所生活的處境、生活的變化 這種處境因為發展得太快 所以我們自己都不看或者是不太注意 我們生活是這樣的發生的 應該慢下來好好去體會這個 生活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會不會出獻 多我是生命了 或是有很多影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